请大家参观一下普吉岛的老房子 就是普吉古增上面的 大家看的那个BKPP的电影 就是在普吉古增上面拍的 大概就是这个类型的房子 所以说泰国人的话一般都会放很多的那个佛像 看 这里是楼梯上来的 大概的话每一间都是差不多 这后面的是一个房间 现在的话是 有一个工人住在这里 这是一个房间 那这边就是露天的阳台 阳台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另外一层 那我们去看前面 房子的话是很深的 现在是没人住啊 老房子 那这里是一个房间 打不开 这里是柜子啊 储衣柜啊 储柜 然后这前面是一个房间 这前面又是一个房间啊 还有三楼啊 小小的楼啊 很难看见 哇 这是三楼啊 三楼的话也是你看 阁楼 这个房子现在价值的话 大概可以卖到三千万台主啊 因为是在虎极古镇的这一条主干道上啊 前面也是阁楼啊 那我们去下面看 这个楼梯口这个是可以开关的啊 你看 可以把它关起来啊 然后可以把它打开 这个房子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下面的话我之前有拍过 这是一楼啊 这是一楼啊 这是楼梯啊 这是楼梯啊 靠 那这后面的话我之前影片有拍过 现在是 这也是一个房间啊 那这后面是厨房啊 这就是刚刚刚刚刚通的 往上面的啊 后面又是厨房 那就是前面啊 现在的话楼下是开一层餐厅 前面的就是骨骑不正啊 出来的话 好 再看一下店名啊 干练 反正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过来试一下啊 那这个是我舅舅的餐厅啊 然后呢 里面主要是卖一些泰国菜啊 泰国南部普及岛本地的菜啊 味道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啊 可以一试啊 到那儿 都演了 这 dates